接下来请继续收看 创意比财尽在运通 大家好 欢迎收看 这样请特资 昨天我在节目当中有提到 大盘不是先下再上 不然就直接往上走高 不管它走哪一个方向 最后总是要往上走高 所以对今天的一个回档 你在怕什么 你在担心什么 如果在高姿态 整理个强势格局当中 你这边有减码一些个股的 今天跌下来 你是不是要准备低阶 赢家的思维模式 低档买高档当然会带你出 所以你来看一下 这一档反甲 10月19号 8月4日卖 10月19号的反甲 来回顾一下 当时候是不是在一个相对高点 这一天 卖掉之后 这边其实还有短线的一个冲高位置 你可以选择站在那边 因为我当天 已经公开我的一个卖点 是不是 所以8月4日卖完之后 今天股价77 所以高点有卖下来 就看要不要做承接的动作而已 所以这档反甲的一个卖出的位置 相当精彩 同样应该还记得 当时候只操作两个工作天 10月18号的反甲79.7买 这样一买一卖 是不是安全获利下车 所以股票的一个操作 我当然是希望大波段 但是有时候 个股的量价筹码形态 每天都在变化 如果苗头不对 跟我预期不一样 该减码 我会带你减码吗 是不是 8月4日卖反甲 另外这档万论 第二趟的卖点 在11月1号的73.6 表现不如预期卖 6187的万论 今天升63.5 11月1号 你这样吗 73.6卖 当天收72 所以相对高点 一档股票走不动了 是不是会下来 所以你看到 这次的一个万论的操作 两趟的一个进出 其实还算不错 至少有全升而退 并不是产生一个套牢现象 万论的一个架构 10月19号 形态突破 开始买 10月19号的一个万论 买在67.3 而且我是把 反甲卖出的资金 转买万论 10月19号还记得吗 9点27分 反甲出 经过两分钟 9点29分 反甲卖出的资金 转买万论 所以我们的一个 个股的一个操盘的节奏性 那个衔接的一个节奏 相当明确 我常常跟同学们报告一个重点 我们给委员的持股 党数大概三党左右 我一定会出掉旧了 才会进行的 我不是漫无目的 建议党挨党 看到什么股票 好像不做就告诉我们 随便去买 看准了才出手 而且将资金运用在 少数的一个两三党 强势个股身上 你的效益才会出来 而不是每天建一党爱一党 这样子资金花回不了 太大的一个效果 所以反甲卖掉 转买万论 10月9号买在67.3 10月25号涨了18% 隔天26号76.5卖 第一趟大概赚了20% 高点76.5有卖 10月30号72.9机会万论 回档三天只跌 什么时候卖 10月1号73.6就卖 一样没有几天就先拔档 所以操作的灵活 就是一档股票 当然能赚尽量赚是没有错 只是说那个卖点 如果你需要我帮忙的地方 不要客气 今天台股跌了70点 我相信很多档股票 同样你在昨天以前是没有卖的 昨天以前没有卖 那接下来怎么处理 到底你那些 今天往下修正的个股 是要停损呢 还是要做一个加码动作 那真的很重要 关键性的时刻 你来找我 比较有利润 对 今天台股盘中是跌了 97点 怕不怕 怕的话 跟着赢家的一个脚步 我会将你一个持股 调整到一个绝佳的状态 美律今天一样跟着回档修正 跌到 205 我如果创新高那一天没有卖 本来赚钱的变赔钱 本来赚钱就会变赔钱 这让康共的母公司美律 双底 新天亮 时间波的转折 各方条件都具备买进的要素 同时我带你买 10月26号美律 买在212 买完之后亮灯 亮灯完之后 27号开高走低 最低213.5 我说213.5没有跌破 我的212的一个买进位置 你是在怕什么 我没有带你出 不要随便的 卖掉 是不是 27号的一个美律 出现将近三万张的 新天亮 我说换手 你在怕什么 怕开高走低吗 讲完之后 他们继续上涨 30号涨6.7% 31号美律又涨了5.2% 11月1号上礼拜跌 没有卖 隔天10月2号涨了 11月3号上礼拜五 跌还是不想卖吗 什么时候卖 就这礼拜一 礼拜一的美律创新高 最高237 为什么要卖 量价结构看得懂吗 什么是叫量价不对称 你有来上过课的 应该很清楚 所以礼拜一的美律9点31分 创高量价不对称 230付近卖 当时候价位在230.5 你去对时对价 保证一定成交 这是我的卖点 礼拜 这礼拜美律创高 卖 赚这一小段 真的赚得不多 但如果礼拜这个位置 你舍不得卖 或不是你不晓得 不应该去追价 那到今天为止 输赢立判 所以我说过 我是会带会卖股票的分析师 绝对不是说 今天美律达到205 赶快砍低 整个美律的架构 礼拜卖在230 今天205 差了25块钱 我只能告诉过你 不是说告诉过你 我今天就跟你讲 这两天的美律 你先暂时不用砍低 至于我要不要接回 那是我对会员至亲的运用 持股的一个档数 再听一遍 不要太多 你的持股如果超过10档的 今天盘中跌了快100点 你怎么处理你的个股 你还要处理 还要照顾 那不是这样 所以包括昨天一个洁明 我要公开我的卖点 昨天礼拜三结明 我不是告诉过你 86.5再卖一趟 两趟的操作 如何超过4成 相信这个抠讯 所给你的价值 已经彰显出来 最好是值得你依靠的地方 不是空穴来风 第一趟 69.3到88块半 大概36% 10月26号69.3买 没有错吧 上去五天短波段的转折 88.5卖 上礼拜三大家都谈论 MOSVI干你股票 我帮你踩刹车 卖在88.5 这样一买一卖 大概36% 88.5有卖 11月6号这礼拜 80.5接回 高档出低档接回 到昨天量又不够了 所以杰敏昨天86.5卖 当中交易在86.7 一定卖得掉 这是昨天礼拜三的动作 没有错吧 所以这两波段 至少我们给你的 一个感觉是 低档买高档出 舍得出舍得卖 所以整一个杰敏 昨天卖在86.5 尾盘 84.9 当然昨天卖点不错 今天的一个杰敏的股价表现 很强 我认为很强 盘中冲高到88.4 尾盘85.6 今天要不是大盘 有点开高走低 我认为今天杰敏 或是大中 表现应该都不错 还有尼克森 今天盘中都不错 只是因为受到大盘的影响 而回答 所以我可以告诉你 杰敏 我随时都会接回 而且我接回的位置 搞不好会比我卖掉的位置更高 我先把丑话讲在前面 让你知道 万一如果我看错 我卖错 但是整一个 MOSFIT的杰敏股票 如果他接下来的一个 强掌力道 那个量价配合相当漂亮 该追回 我还是会追回 毕竟我们已经 这两趟的操作 累积一段的实力 你如果已经超过四成的获利空间 纵使下一次 买进的成本稍微高一点 也是没关系 那不是这样 行情是看未来 不要去怀念过去 这两趟 超过四成的一个绩效 你不要再去留恋 如果你没有赚到 你管 幸好是之前如果帮会员创造 多么漂亮的一个操作历程 跟我说一样 华链过去对你一个操作 没有任何帮助 所以今天大盘 回档下来 回档下来 你如果现在有资金的 就比如说 杰敏卖掉了 我呢 凡甲卖掉了 美律卖掉了 对 那这些资金该怎么运用 该怎么低接 那你先来找我 我可以按部就班 把一档股票 未来行情先规划给你知道 你就敢跟我低接 就如同木德 其实我今天180卖 因为没办法过前天的高点 所以我今天先卖 从量价 你已经看出来 它今天没办法过184.5 所以我今天选择站在卖方 整个一个木德 从10月18号157开始低接的 这个VCR我相信同朋友 看了两次应该很清楚 踩低接模式 因为强势波动的股票 回档看支撑 这个原则性 我希望同朋友 你能记起来 学以致用 木德10月18号 跌 回测这条叫支撑 低接 10月18号的木德 平买以下157买进低接 买完之后 涨了 开始涨了 一直涨 涨到10月20号167 涨到11月1号的17 强势极有股的木德 还有高点 11月2号涨到179.5 我说如果没有看错 它会过前波高 没有错吧 讲完之后 这礼拜二 果然过高 你是不是印证了 我当然其实给你一个建议 当你印证完之后 如果你手中有震荡股票 你是不是应该选择 加入青龙博士行列 你才知道我什么时候要卖 你才知道我下一趟 什么家伙要做机会 所以印证那么多档 个股的一个操作过程 你在等什么 你在等什么 最近的实力 实战的经验 两趟的操作 怎么进的 对 又怎么出的 购物干净利落 我们再给你拖泥带水 所以你已经印证太多档股票 在目前多档行情架构里面 能赚尽量赚 多方的一个财富 所以你看一下 整一个木德的一个架构 从157低接的 这是我们今年度第二趟的操作 今天一个木德为什么要卖 因为没办法再创高 量价不对称 量价不对称 看得懂吗 所以看不懂 就跟着迅奇一起来动作 9.46分木德180附近卖 当时经过一分钟 股价在181 你自己对时对价 180一定卖得掉 因为当时候价在181 包完迅奇之后 最高还从高来到183.5 尾环受到大盘影响 最低是171 所以今天一个木德其实表现还不错 只是说 个股的一个操作的一个流程性 我们会扎扎实实的 展示庆永老师的功力 怎么低档买 怎么高档出的 希望 这种低进高出反市场一个操作模式 面对今天台股回档之后 你可以学起来 低档买高档出 讲很会讲 对分析师每个人都可以讲的 头头是道 但是能做到的有几个人 我们拿出会有一个口讯来 跟你对时对价 相当清楚的一个脉络 所以今天那个木德 选择站在卖方 今年度第二趟的操作 所以180卖 量价不对称 没办法再创高就先卖一下 刚好今天排面也不是很好 所以整个木德的一个架构 再回顾一下 今年度的六月份 这边大概72% 加上这一段 亲爱观众 有没有倍增的财富 等你跟我一起来掌握 我问你 做购物跟卖这 同一档股票 我们操盘的节奏性相当明确 六月十四号 这边低档买 上去 177卖 打下来刚才你看到的 这边有一道支撑 所以做接回 157接回 今天180卖 这是我们的 完整的操作的过程 股票操作 讲究的是流程性 完整性 有买点当然也有卖点 不是每天天花乱坠 在数涨停 告好 每天送你涨停板 那是没有意义轨停板 那是没有意义的事情 每天送你一档 个股 涨停板 一年可以送200多档 那这200多档 反正只要拿一档股票 大涨涨停板 就拿出来 邀请 你拿出来 邀请 吶喊吗 你有那么多资金 可以买200多档的个股吗 有办法 那是没办法的事吗 所以你看到 我们的一个 操作的一个完整性 同一档股票 两档的操作 将近快一倍 当时6月14号的低档 穆德在107 低阶当时大凡几跌 6月21号 从107涨到114 我说压缩末端 准备喷出 6月29号有没有喷出 涨了22% 穆德来到126.5 没有卖 最好的卖点 当然在7月31号的177 创高了 又量价不对称了 站在卖方 有没有看到 所以量价的一个分析 的掌握 对你一档个股的操作 有绝对性的影响 所以我常常跟你说 技术分析 不管是K线战法 不管是形态学 还是所谓的一个 均线理论的法则 你都要跟量价配合 你才会抓到一档个股 最漂亮的买卖点 这不是亲才公共 高手听到我这句话 你应该知道 我传达的技术分析的领域 你只要持股不要太多 操盘的节奏性 掌握住一个低档买 高档出的原则性 相信今天台股回档修正 你是没有任何疑虑的 你的眼光是 高档卖出的资金 什么股票可以接回吗 所以如果你今天 面对台股盘中跌得快100点 你是有问题的 需要帮忙的地方 自己打电话进来 就这样再回到姐妹的现场 地震呢 怎么办 一 跑小 二 掩护 三 稳住抓住桌角 更多防灾尝试 请上台湾抗震网 巴菲特 巴菲特 陈总同顾蔡老师 运用巴菲特价值型策略 精选持股稳健操作 是全市场最实在 最诚信的分析师 新人蔡老师 是您赚钱的开端 搜紧专线 02 2752 5868 2752 5868 全都的户三大保证 第一保证正派经营 绝不和公司派大股东主力作手 勾结坑沙散户 第二保证诚信为本 以绩效诚信为公司营运主轴 第三保证 贷尽一定贷出 精选持股持股集中 保证贷尽一定贷出 陈总同顾拥有股票 期货双制造 带您领先动输市场 稳健过力 无往不利 陈总同顾值得托付 02 2752 5868 现在加入蔡老师行列 即可获得20年操盘经验的 精心著作 价值行投资操盘新法 彩色精装版 简单易懂又实用 赏自己成为操盘手的最佳力气 一出带手受用无穷 今天不打入回村线 02 2752 5868 2752 5868 平常工作时 总是充斥着各种生命 所以休假时 我喜欢解决一切嘈杂 让自己沉淀 享受着片刻的迷迹 Choose your online 额排气密床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欢迎回到节目的现场 凭概股的康控 从三月份的九十几块钱操作到今天 最高涨到399 涨那么多的一档机构性的个股 今天跌停板 我认为很正常 就像台股 涨那么多了 今天小幅度的压为75点 我也认为很正常 个股的一个操盘节奏性 我希望最好赚的那个大波段利润 你都可以一起来掌握 有时候小散失 或是小亏损 不用太在意 你的眼光看未来 就像我 其实在操作股票过程当中 我当然也有做停损的动作 这个停损当然是要把资金抽围 准备迎接下一档 更强势飙悍的个股 所以我也蛮感谢支持我的会员 有时候我在停损股票 他们还会打电话进来 跟我加油打气 所以各股的操作 掌握住大原则 大原则就是大盘的方向 你要看懂 你要看懂 对 我常常用美国股市 来指引你的方向 对 美国的科技股 来到六七九尾 这是创下历史新高的一个架构 这种长线的一个趋势 有改变吗 没有吧 道琼的一个架构也是如此 这种喷出 这种支撑越电越高的一个情况之下 你认为美国股市走完了吗 我不是要跟你讲吗 我喜欢在大盘回答的时候告诉你 美国的经济学家喜乐 告诉你美国道琼 或是美国科技股 有机会再涨五成 当时候他讲这句分析的言论 道琼是在两万一 对不对 再涨五成会涨到三万 不排除这样的可能性 多头行情嘛 干嘛预设任何立场 所以我认为在多头的一个方向 没有改变情况之下 你只要选择基本面 大幅度成长性的机会股 来跟我卡位 赚取最好赚的那个大波段 对 小利润或是小停损不用在意 真的是这样 所以人家康控 只会说再创利率新高 当做10月13号 形态突破要冲出去了 当然要买 买在234.5 买完之后 他上去之后回档黑鸡棒 再低接 这是10月18号提供给你 回档测试支撑243的买点 那两个位置进去之后 10月10号 看来说来到279.5 一张没有卖 什么时候卖 10月30号377卖 这样一买一卖 大概76% 168块钱价差 很惊人的数字 当时候10月份 大盘是没什么动作 有时候它几乎静止不动 你自己看一下 但是我说中小型的机会股 它绝对有表现的空间 这种超盘的逻辑 选股方向 其实我在10月份 就已经讲给你听 所以希望你跟紧一点 因为我带进就会带出 那377有卖 康空10月31号 337做接回 没有错吧 来到缺口叫短线支撑 10月31号 接回 没有错吧 377卖的337差了40块钱 就接回 接回之后 隔天10月1号又跌 我说还可以低接 因为缺口支撑在这边 340再低接 11月2号又跌 黑黑棒 我说看法不变 而且我要告诉你 这边是强力支撑 如果真的不小心来到这边加码 重点是礼拜二 从高点下来整理7天的康空 我跟你预告 接下来礼拜三 它会8天转折向上 既然我知道它礼拜三 会8天转折向上 所以礼拜二的康空我加码 354加码 加码完之后 收满363 礼拜三 有没有8天转折向上 而且亮灯掌停板 创情告来到399 Bingo 所以有价值的分析 当然是在礼拜二 对吧 它还没掌停板 我说隔天 礼拜三 8天会转折向上 结果礼拜三 有没有8天转折向上 掌停 399 所以对今天康空 开高走低 盘中 跌停板 当然我认为今天 会造成这样一个走势 是因为盘面不好 所以导致买盘缩手 但是我认为卖压不算太重 这我给你一个结论 所以至于要怎么 把一档个股最漂亮的绩效 掌握在自己手里面 希望我盘中的资讯 你同步来带到 昨天的郁金光 公布10月营收 8.23亿 跟去年比较 成长了大概12% 当时候郁金光传闻被退货 所以市场上普遍认为 郁金光的10月营收 跟去年比较 应该会衰退 所以昨天的郁金光 我认为利空出尽 它大涨 今天郁金光 一样跌 但是你看到 这个铁板支撑 目前还守住 而且我认为股价 终究要反映 郁金光 11 12月份的业绩 这是我之前 一再跟你强调的一个重点 希望你可以记起来 你就不会害怕 今天回档修正 所以选股真的很重要 我们最近布局的一档 强势机油股 它第二季获利 既成长 115%超过一倍 李巴尔告诉你 整理够久 这要发动的一个买点 所以礼拜三 他来到这边 他涨4% 我说出现新的量 他一定还有高点 所以今天台股 虽然跌了75点 这张股票 涨 连三红 为什么可以那么强 第二季获利既成长 超过一倍的机油股 股价红三冰之后 未来一定有波段 希望你跟着 庆老师一起来掌握 一档主流价值的波段利润 如果还有任何问题 不要客气 你来拨路 我知道你心情可能不太好 需要帮忙的地方 自己打电话进来 明天见 本投资公司与所推荐分切之客 也有加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神圣评估并自负 考虎通协 考虎通协 人好时间 人好地点 听到看到 Youtube日系点间 线上直播最中心 分析师精准谈试解析 水算水看 真方便啊 Youtube运通财经台频道 不关系 跟你安纳在一起 巴菲特 巴菲特 成都同固蔡老师 运用巴菲特价值型策略 精选持股稳健操作 是全市场最实在 最诚信的分析师 新任蔡老师 是您赚钱的开端 速加单线 0227525868 27525868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